小王子 你躲在哪里啊 哼 我才不告诉你呢 这就是伪装生存 我们可以伪装在其他动物或方块 躲避受不折 脑子行动身上 现在会生意 哼 伪装生存 果冻肯定会以为我会占成动物 其实 我用床放在野家下面 果冻肯定不知道我在这里 果冻 今天你要是能找到我 下个月 我不要流花钱了 小王子 你不要后悔啊 我可是躲猫猫大神 怎么可能会后悔啊 这个小王子 肯定变成鱼躲在水里了 怎么都不是啊 会躲在哪里呢 小王子肯定不会正常躲 这个除了生物就是岩浆和水 水里的目标太明显 所以小王子肯定躲在岩浆里 看我不帮你打出来 不是吧 我怎么狗带了 不是吧 果冻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聪明了 俗话说得好 物以类聚 你那么聪明 我怎么可能会笨呢 你这是夸我呢 还是变相地夸你自己啊 不行不行 我看看这里要躲在哪里 这里这么多的雀阴 果冻肯定会以为我躲在这里 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 便是空了善儿吧 然后再把另一个打掉就行了 我可太聪明了 这里这么多雀阴 肯定有一个混迹其中 看我一枪一个 啊 怎么回事 怎么一个都不是 难道便是方块躲起来了 不对啊 这里方块都没啥问题啊 哎 这可马上来怎么一直在看着我啊 不是吧 果冻 这都被你找到了啊 小王子 找到你 他不是很轻松吗 不知道果冻可是抓捕大神吗 哼 果冻 你别太嚣张了 我小王子可是躲避大神 雨淋这么多的树叶 果冻肯定会以为 我会变成木头或者树叶 嗯 我就偏不 我要变成野人祭司 果冻肯定想不到的 这里怎么这么多植物啊 只要小王子躲在树里 我肯定就找不到了 不过 以我对小王子的了解 小王子肯定不会躲在树叶里 可恶 果冻实在是太了解我了 哼 那我就教训教训他 谁 谁在被我搞偷袭 哎 上面的野人太可疑了吧 哎 不行 好像被发现了 站住 啊 果冻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呀 不瞎都能看出来好吧 首先 那拳桩里球的颜色 都变成彩色了 还有 有哪个圆人祭司 会用两个发展啊 可恶 又被发现了 最后是平原 这里可是我小王子的天下 这次绝对不能输 不然就太丢人了 小王子 这一次 我肯定会专帮你的 我要四比零全胜 小王子 你下个月零花钱 要没喽 哼 不可能 谁说谁 还不一定呢 我要躲在哪里好呢 变成普通动物 肯定会被土豆发现 而变成什么呢 有了 我变成鱼好了 以果冻对我的了解 肯定会以为 我变成它想不到的东西 哼 小王子 你是不是变成鱼了 啊 果冻 你怎么又吵到我了 哈哈 那看看你周围的鱼 它们都会动 只有你不动 白名一说 小王子 是你说啊 可恶 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找到了 我可是躲猫猫高手 小王子 我可是最要见的 你放什么屁 我都知道你拿什么屎 可恶 果冻对我太了解了 没想到输在这里了 我不服 再来 哼 不服 那想想下个月的零花钱 也没了 哼